这一刻前民进党党工也是NGO工作者李明哲的家人 足足等了1852天他终于回家了 身穿黑色外套李明哲在相关单位安排下 从空桥走下停机坪达乘商务中心专车 在通关后前往隔离饭店下榻 2017年3月19日李明哲在大陆失踪 10天之后正式被捕 当年11月遭到湖南越洋中院 已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终于到刑满出狱这天15号上午搭机返台 下午他首度透过脸书粉砖寻找李明哲发表声明 他说我终于回到台湾 也隔着窗看到憔悴却兴奋无比的禁鱼了 也感谢国内外人士五年来的营救 我们家庭的苦难结束了 虽然现在在隔离 不过感受到被爱警报 而不是被恐怖围困 只不过同时也有消息传出 李明哲回台将受到司法真审 我政府认为传播民主理念无罪 对于有部分媒体报道李明哲回台将受到司法真审一事 纯属误解绝非事实 对于外界质疑陆委会紧急澄清 也表达对李明哲的关心 人权会更呼吁希望大陆政府 尽速释放遭逮捕的人权工作者 有多个人权团体组成的 李明哲救援大会也指出 他在狱中曾被迫使用收拾 保暖衣物曾被丢弃 接下来会持续关注李明哲的身心状况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